南台湾土地工抢地 全台最狂小期防洞换人 7-11无所不能 即无人超商 各种复合式门市后 位在高雄三明区的7-坎城门市 被封为全台最狂小期 结合健身房 面包房 新鲜生皮 烤鸡餐厅 而且隔壁就是星巴克的 超级复合式门市 比较多人可以选择可以看 然后有比一般7-11更多的东西可以买 约会谈公司都会 都会好 多了一个21世纪那个炸鸡 它会把那个两边 它有那个麦当劳 还有肯德基 有部分的客户群会把它抢走 不过全台最狂小期的房东 金船换人辣 据苹果掌握的独家消息 卖家正是有南台湾土地工之称的 陈启川家族成员 8月初以每瓶150万 买下这间地平215平的精华店面 成交总价推估高达3.2亿 也创近期的成交金额新高 南台湾土地工 果非朗德虚名 该物件正对面的美其来影城 所有权人也是 陈启川家族的公司南河新产公司所有 另外据实价登陆揭露 离最狂小期仅100公尺 位于石泉路沈阳街口的店面 也是由陈家仁的原城企业负责人陈元勇 在5月时已总价1.44亿买下 换言之 石泉路上短短200公尺 撑启川家族就拥有三间黄金店面 那边生命清空前的特别会爆料 生活机能强 所以他应该是 就是在做制装配置 他租金效益 也蛮好的样子 不过民众最在意的是 房东换人了 最狂小期还在吗 别担心 据了解 看城门市租约还有四年 约足40到50万之间 依买卖不破租赁原则 最狂小期这几年都不会搬家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他们跑得更快更好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